那現在說一下究竟我們怎樣選擇 就是這麼多隻三隻大的Google Cloud Storage, 究竟用哪隻呢? 那第一樣, 回覆一些東西, 用Object Store 其實你通常就是放一架舊的Data進去, 叫Final 你當作Final, 通常是Binary Object, 很多時候都用大舊的Object 什麼都可以 其實它放進去之後, 它會黏住一些ID Unit 然後你可以加一些Attributes, 加一些Meta Data進去 即是摸Data, 而用Data就叫Meta Data 通常我們做Web的, 放一個Field, 叫Content Type 就是這些 那你上完之後, 你就經常下載, 但不是經常改的 所以你正老, 通常的Use Case 都是做一些 例如, 存了之後被人下載 就是把影片上載, 被人拿下來 你做分析, 其實你不會改的Data 你看的 Bed Up, 抄下來之後, 簡直拿出來 文件都可以的, 因為頻率不太高 做封存是最合理的 其實都是放進去, 不看的 輪胎帶和Pacement 即是我們以前的輪胎帶, 現在就直接放進去Code 那 Website 都可以的 就是Static 即是JavaScript HTML 都不太改 那些基因數據 Genomic 其實都是放在這裡 你不會改這些基因 最應用就是這樣 接著就有Block Storage 還有剩下的File Store 其實這兩個最容易分的一件事就是 你用Block Storage 即是用PD 其實這個是 假設你是一部機 插著一個碟 但如果你發現我的應用是 很多部機,整個Custer 整個子閘 或者我們很多VM都要用 同一個Share Folder 那你便會用File Store 那這個是最容易分的 那你以為Network Drive 你平日在家 或者你全部電腦 想Share Folder NAS 就是這些 那我們 雲端中的NAS 普通Disk 普通Disk 普通Disk是很容易明白的 即是基本上HardDisk做的東西 即是你要一塊一塊 其實是很大的碟 但就是裡面選了一格格 你的Io With White 就選了一格格來看 那一定是VM有關的 那其實它的相對效果 你自己選擇 有不同Disk的Version 那其實有兩種 PD 你知道是Network Drive 所以其實那部機有什麼 等我豆腐沒事的 但Local SSD 最快的 因為其實真的在你的底板 貼了一張SSD 那隻VM 在同一部機裡面 就沒有經過Network 因為其實這些PD 全部都是Network Drive 那我看到其實Latency少 但問題就是 這個呢 你Stayless Work Road 因為你的機 死了 如果任何人停止 再開始 這些Data會不見 那怎樣玩呢 其實很嚴明的 你要一些超快的東西 你就一定要用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Data不見了 沒有所謂 因為其實Fresh Optimized DB 即這些真的是Buffer 那做Cache很明顯就是 沒有了就不會死 即是你做中間計算了數 算了一半 擺著線那些 接著是 有些program 你就可以做CacheDisc 即是你做一個Tam Drive 那你Tam Drive 你經常用Wid 那你 用Local SSD都不見了 沒有所謂 走多一次 那 Application Scale Out 你想用Disc快一點 那Media Renderling 都做一些叫做 Renderling 你知道是IO厲害 那你走Network 你不著數 那接著其他Case 這些Case要用其他Case 你全部用回普通Disc 例如你普通VM HardDisc 即是沒有你boot機的Disc 我不會走這裡 那你boot機的Linux和Windows 一定是這邊 那 那 Wid-only Data 那些VM都可以 其實它可以給你這樣做 即是Mano兩個Disc 但是Wid-only不可以 那你要Wid-Wid 就用回旁邊 但是盡可能不會這樣做 其實不是很邏輯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Share 就用FileShare 那你為什麼不用FileShare 那其實可以Backup Vepro-Durable Backup VM 即是Snaz-Sword 這邊是Snaz-Sword 其實所謂的Snaz-Sword 就是整個Disc拍了相片 整個Disc拍了相片 然後覆了相片 然後遊戲就夠了 DbZorange 叫Presistence 即是你不見了數據庫 怎麼搞 那一定用這邊 那還用Regional 通常不是Zone Level 就是Region Level 做Deplication 然後就File 所以我剛才提到 喂 古董Map的File 還有這邊不是那些 其實是這邊多了 其實你要幾部機一起Wid-Wid 剛才你看到Wid 都可以減少Mount 但其實倒是不應該這樣做 那 其實通常做些Processing Final Level Processing 很多部機平衡地做一大堆Data 其實就很適合 這些都是這樣玩的 Machine Learning 計數,電子 類版 其實這些Migration 都是Final Base Machine Learning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 配合Data 來做的 你看到做些數據 甚至我之前說 很簡單 我有Widpress的Caster 很多部機 很多部機 其實它本身就不是Cloud 那你那些相片 上去Widpress 其實它就放在Folder 其實你想十部機 都可以看到照片 其實你一定要按 放在Folder上 一定是Neradrive 一定是Final Store 好了 那OK 其實介紹就介紹完畢了 大約知道怎麼選擇